带团队就是带这四种人 一千里马行 有能力也勤劳 带他要适当放权 而不是控制命令他 二鸵鸟行 能干 三懒惰 带他要给机会平台刺激他 三乌龟行 没能力也懒惰 带他要警告 不干就走人 四兔子行 能力不足 但勤劳 带他要保护好他的工作热情 训练他慢慢变强 不压榨员工的工资 才能做大做强 马云提前半个月 给员工发工资 阿里巴巴五年翻了七十倍 任正非每个月 就提前给员工预支工资 华为年增长超过千亿 工资越早兑现 员工越愿意为工资拼命 那些靠压工资 来让员工听话的老板 哪个做出了大名堂 法治时代 员工要走 也只能靠工资留 什么是好领导 当员工向你反应问题 老大 这事该怎么干 聪明的领导向来是把问题返回去 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以这样干 还有别的方法吗 还可以这样干 你想到两种方法了 你觉得哪种方法更好呢 我觉得第二种更好 一半好了 有我一份领导的功劳 一半不好 你自己承担责任 所以你就会想办法办到 好的领导往往不是帮员工解决问题 而是让员工学会解决问题 公司想做大 一定不能让员工吃亏 还得捞给员工住公寓 配保姆 做出了全国最牛的火锅 华为把99%的股权 给了员工 自己成立世界第一 那些要求员工拿3000工资 做出3万效应的老板 成了大富豪 没有格局注定成不了大事 为何你的员工留不住 一下班就开会到十点 公交都没有 你有车代步 却不管大家怎么回 二你睡到中午再来工资 还夸时工作狂 员工早上迟到一分钟 月底收入就少一节 三自己吃肉 大家画饼 当然不会有人为你卖命 突然被请上台 不会发言 教你一个万能模板赶回租 感谢回顾家祝福 举例 你去参加婚礼 被要求讲两句 你可以说 感谢两位新人的邀请 回顾他们这一路 有欢笑 有感动 作为朋友 我很荣幸见证他们的爱情 最后 我祝他们百年好和 同时赢助在场的朋友们 心想事成 为什么心软 无法赚到钱 心太软的人 容易丧失 做个实原则 总考虑别人意 让自己吃亏 而商业有原则和规则 赚钱的人 都是理性按规则办事 不该别人拿的 你让他拿了 他永远也不会感激你 只会当你是傻子 相反 你会养出一个恶人来 这就是赔钱的核心原因 初创公司活下来的三条原则 一快 决策快 行动快 掉头快 效率几乎是你的唯一优势 如果你还在玩架构 搞文化 谈发展 走好不送 二借力 学先进 放大款 走正路 在合作中生存 三舍 前期想留下人才 要舍得分蛋糕 干得好 是大股东 没干好 百分百股权也无用 华为有个硬性规定 一桌吃饭 谁的职位高 谁买单 华为高管说 想留住员工的心 先留住员工的胃 华为食堂 穿乳相悦 应有尽有 吃文化 甚至被名门规定到 华为员工守则里来 提倡员工交流 团结忍心 独特的企业管理制度 造就了华为国之重器的金钱 世界公认有效的 爱为力时间管理法 主要有三个步骤 一 每天记录下 你第二天要做的六件事 二 用序号将这六件的重要顺序标出来 三 第二天按顺序执行 此方法曾帮博力恒钢铁公司 在五年里 从默默无闻 长长到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 如果你嘴很笨 三十岁前 逼自己看完这三本书 为人三会 让你会说话 会办事 会做人 口才三绝 让你会赞美 会幽默 会拒绝 修心三步 让你不生气 不计较 不抱怨 刺头员工才是企业的未来 需要重点培养 刺头员工都是狼 他们反对的是不切实际的安排 和不利于公司发展的决定 他们看似鲁莽的建议 都是经过用心调查 相反只会服同的 往往是有工资拿就行 完全不管公司死活 千里马都是有血性的 认定你是伯乐后 会对你干脑土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